另外不迷茫 一點血債 健身房 男人只要有金錢 就到處都是盤金蓮 一擺只是隨你擺 一擺一擺只是隨你擺 一千一千 陪你一整天 不要動嗎 登鋼店把美麗玉學壞掉 是為您聽完白言 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說要 來台灣拍戲 當初是因為我聽錯了 什麼 我以為這個是 是從日本過來的檢察官 但是後來發現 真的是就是全中文的戲 影集誰是被害者第二季開拍了 除了原班人馬徐瑋寧 王世賢 張再興 歌手蘇慧倫 香港演員柳俊謙 還有睽違十年來台的日新 騰鋼店也驚喜加入 那演員誰是比較幫助你 教學的嗎 在說中文這件事情 少料嗎 導演跟他講說 對張簡一定要講出 澳國語也不太努力 他做了很多台語的那個 張畫 不只是張畫 像那個 人是英雄 前世男 想知道搞那個題材 剛好一起去喝咖啡 沒有啦 現在你說什麼啦 蛤 沒有 講什麼 我教女朋友 好好講 好好講 另外一部名 地點學在健身房 不要動 另外一部名 地點學在健身房 男人只要有金錢 就到處都是潘金蓮 家庭離婚鬧得兇啊 因為家裡沒五種啊 什麼一百一千 一百一千喔 你不要講 一百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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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一千 黑女等 然後每天就選 每天就選 然後覺得他有點壞掉 在刺嫻哥現場 你就扶他們就是 兩個人在那裡 我沒有 我剛好不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看看 看張畫成的表現囉 有可能跟戴星啊 我覺得其實他們兩個也滿適合的 就吵吵鬧鬧 就這樣過一輩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也可以 對 很期待嗎 很期待啊 我都一直從前喊吟啦 喊吟沒有回 回我 因為你沒有叫我鯉魚啊 我愛你呢